Hello, 继续回到第二部分 我们刚刚来录音之前 英超公布了个人奖项的候选名单 特别有最佳年轻球员, 最佳球员, 和最佳领队 不如说最佳领队 最佳领队有四个候选人 感觉上今年比较清晰些, 有高普, 有伟达, 林柏特, 还有罗渣士 其实四个都各有他们的成绩 不知大家觉得哪个最佳领队? 我都说了很久了, 伟达 我真的喜欢伟达 Ricky, 教练各个人 因为离合谱的成绩太突出了 很难比其他人 正路也是高普 论最佳领队的咸 但伟达很值得赞上, 我都认同 林柏特似乎感觉比想象中好 他带队比想象中好 但又未去到一个理想的状况 如果赢了网粥重杯 也会有可能 林柏特, 在英国方面有趣 大家也要考虑一下他的波 实力本身 在他未上任前也很厉害 不然他不能买人 第一季的时候 有趣的是 他在这些评论和选举中 都有些优势 英国始终有一种沉默 就是伦敦人 那些记者都是南部 有点好处 这么多年来一直看 都在不同的个人掌上都有发生 有趣的是 英国方面除了英超的最佳领队 还有一个叫做领队工会 就是League Manager Association 的最佳领队 上年就是伟达 今年就是高普 所以看到这两个都分出这两个 我看过 英超历史上从来未试过 人工最少可以上到这么高的位置 他真的20队当中人工最低 但你看到他们今届 但我真的觉得如果不是停赛 那一分钟不止第九 一边看他们一边打到气 那种感觉 这两个真是很神奇 而且他疫情期间停了 出来的时候 跌得很厉害 其中一件事 就是三中坚 左右中坚和右上 有几场其中有中坚停赛 另外有双 三中坚试过没有过一个或两个 这个影响是很大 为什么我对伟达的看法这么认同呢 除了说你这样的人脚 而且我看以往 譬如说哥迪奥、高普、摩连奥 谁都好 我看得明白 就是我看得明白 阵式 谁的位置功能上如何互保 但是到这一刻 我今季做了很多石飞链 就是说了很多 我还未看得通 就是你要这样 我也很有兴趣想研究一下这个课题 三中坚 左右中坚当翼这样打上去 就是那个功手位置如何互保 那个说很容易 但是实际上来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 而且这些球员不是很高质素 这个我现在都未明白 我都很想再去研究一下 我有兴趣 你说哥迪奥拿那些 尔韩那些 其实我也明白 我会更加强烈 也叫做了解到如何踢 这个我还未行 有时候看他们的比赛 好像画面不够阔 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 他上去到底 后面的位置是如何去补 好啊 我好像感觉的画面 如果广一点 让我们看得清楚更好 比以往大队 都喜欢打三后位 有些时间 你觉得 怎样看 是石斐链 因为石斐链很有趣 他们在边线上很多人 对呀 因为边线通常是遮阻壁 一阻壁 只能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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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经常看到四个 甚至五个球员在边线上 也都会令到另外一队 都不知道怎样守好 但是你知道踢球正常 但当对面有五个人在边线的时候 想想,长距强,只有10个 第一,你这样踢又要体能好 平均他们的身材其实高大 但很难得气量那么好 特别是两个中坚 如果你说打两个箭头 我们快速算法足以后六 是这样的,是吧? 是 他如果有球的时候上来 这个有一个自由度可以去边那里去 是 这个呢,就可以吸起来一点点 他还有一个进攻中场 如果一个前锋移来这边,他就多人 是吧?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呢? 好就是,如果你边线真的去到 好像去到做到一个效果出来 你有时候断了篮,别人都不会直接打到这边 人就不直接打到来这边 那个球是远向边的 你懂意思? 所以,那个发挥会似乎你用到那个球 它两个箭头也是那些很英适的 很格的,无论出去出哪个 所以對球是很整齊,效果才好 如果是亂的,回放又快,很難得 他們懂得前場犯規 前場犯規一停又可以回放,很實際 所以挺特別的,很多時候忘記哪個教練說 英超教練說,比爾沙華 想不到今時今日還有戰術令到他覺得是驚奇 因為大家都知道戰術發展,大家都很清楚 大概是怎樣打,只是怎樣演藥 但是都有一個新的戰術的應用出來 我也期望夏天他們可以繼續 預計錢就真的不是比必要 譬如有少許分析比爾沙,他喜歡組織上來就好 但是球就沒有像哥道流那麼注重在中間組織 因為他的質素不高 質素不高,如果你經常都在中間那裏 轉不到身,選擇得不好 你這裏斷了籃,人家一打進來就好 所以他的組織永遠都是個球給入門 最終球結尾在這些位置 如果突破到,當然好,去到那些三集四 如果突破不到,在這裏塞了也無所謂 為什麼呢?你由這裏打進來 你都還有時間給他換房 但你這裏塞了個球,轉身我被人拍掉了 有時候我們看有很多球隊都是跟別人 就想後面組織上來 但可能你有沒有這樣的球員 你每次塞了個球在這裏 說被人一打進去就輸,打就輸 這些蠢的球隊就是這樣 所以蠢的球隊就是這樣 根據樂略志 今季樂略志打幾場可以的 到尾都是這樣打的結果 大家知道樂略志就是這樣 你和我都第一時間想到樂略志 樂略志 很頑固的 很浪漫的想法 但最後就是這樣結果 你留意一下,你想一下 阿愛華對由安柴略帶領之後 那些球不會亂打出來 因為阿碧弗第一隻腳可以用得好 第二就是他有這樣的球員可以做到 所以未來的英超都可能有趣 因為已經有郭略志,有郭略志 你沒有表態,最佳領隊 我們三個講了,我們沒有講的 我都覺得是偉大計 因為我投半季的時候 我已經決定了 今年一定要選偉大 無論綁手發生什麼事都好 因為綁手的資源真的不同 講的是一隊球隊出來 以往都見過很多英超球隊 是可以打季好球的 可能是靠士氣湧出來的 但你見到石居員是讓大家看到 真的未看過的東西 還有他拿著那群球員 我覺得他們今季初 好像以往的搏尼馬虎 都是用一群英甲、英冠打順利球員 但都是踢到組織足球 是挺好看的 但你發現了一個很厲害的 標題要寫 紫進選最佳領隊 竟然不是高普 最佳領隊是四個人 比較少的候選名單 但是最佳年青球員和最佳球員 各有六個 我們不如講講最佳年青球員 其實最佳年青球員有六個候選球員 這兩位評 represents 最佳年青球員 路態要自豪 還有曼治 還有維拉 加利蘇和Din Hiddersen 八個候選名單 這裏真的難選 以整季表現來說 特別困難些 當然 助攻能力 阿里山達亞路最好 對球的重要性 加利蘇最重要 維拉茲寶 但整季來說 曼治的表現都算很平均 華舒芳也不錯 你超領呢 加利蘇 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 英超最加年輕球員 和英格蘭的球員工會 都是那條條例 要23歲或以下 但切割是季初 季初還是23歲 即是踩界了 加利蘇和馬斯亞已經24歲 即是24歲 還有機會 等於基里蘇和馬斯亞選 或者是史達林 還可以獲得最佳年輕球員 即是好像讀書 總共有一兩堂 第一兩年 即是上年的年尾 即是上年的年尾 那些 我選擇 我就選擇阿利蘇和馬斯亞 為甚麼呢 因為我覺得今年 即是他都是在那個位置上 給大家看一些新的東西 即是告訴他 右閘現在是一個進攻上那麼重要的位置 你解不解不是啦 阿邱那時候 阿邱那時候 他都選擇了三支 你倆都可以說一下 阿邱那時候 矣兆聰當年好像進了八個球 打左閘 操左閘 阿邱那時候 阿邱就等於我們的選擇 阿邱 我們真的上去了不回來了 人家真的上去了跟你回來 所以分別就是在這裡 你說是90年代的時候都很前衛 2020年 你在雜角度對藍西夫入球 現在都有人說 我先看 我一定要看 什麼時候是最後的入球? 我入球很少 12年有沒有射過? 有,第一年也有射過 就是拘騰的時候 我也是Between嘉莉樹和阿努 我自己覺得 阿努 我覺得他比其他球員高很多 你會否印象特別深刻? 因為你都是踢右閘 因為他一、兩年也有少許累積嘉賓 你見到秋聯、冠軍 今年的英超冠軍 你看到他的年紀 其實是很高質素 而且他平均 吉年活那些 一、兩場得 年輕球員也會說 但阿努 你見到 不要說這一年、這一季 這兩季 他的表現是世界級 還要加上年紀 也證明過了 歐聯有什麼表現 擺開國球 很多東西 什麼都齊了 除了一般的助攻 入球 佛球 防守 我選擇阿努 穩定性 還是說 他比較好 是日本 應該是日本 有很多有需要的人 譬如學童的膳食等等 當然 英超選舉 未必會計算這些 但如果你見到球員先生 或記者選 會影響大些 但說完最佳年輕球員 最佳球員 我覺得今年 其實最佳球員 都很難選 幾個都很接近 今年七個 最佳球員 以往這些選舉 一定是進攻球員 比較少 今年有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 候選者有一個龍門 就是波比 搬離的龍門 其餘都是進攻球員 包括今年有 迪布尼 另外還有 阿力山達阿勞 為何熱門 其實最佳球員也有份 有份後選 射手馬迪 沙迪雲尼 丹尼京師 也有收銀頓的戰後 為何沒有雲迪黑 為何雲迪黑 很特別 你們兩個都同時間 我心目中 雲迪黑 是季美林 那一刻 他都承認自己 是有少少 太過放鬆 一個失誤 今季 整季 就是雲迪黑 撲比的候選 我覺得有點意外 撲比候選 因為很少可 一個個五班的球隊 會有一個很少可 他季中彈出來 季中有人說 越打越好 人們多留意他 季初就沒有什麼人提 季中開始 不知道是否 這個球櫃拉得太長 季中至季尾 可能有好比 被撲比 可能有好比 真的有好比 例如說 有時候真的會 很正常 很正常 因為季中 之後開始有些 數據出來 最佳撲球 失幾一球 有什麼次數 開始出 撲比很厲害 所以有人會多留意 對 等於奧斯卡 或今場主角 最佳電影 通常是聯尾的 比較好看 人家最好看 連頭看 什麼都忘記了 我看什麼都忘記了 我自己覺得 迪布尼 今年幾場 我覺得迪布尼 雖然萬成 整隊 我自己對迪布尼 印象 在這幾段 裏面 我覺得最深刻 比我選擇 我也選擇迪布尼 因為 你計算的表現 而且這隊 這麼出色的球隊 永遠都靠他 想著 入球又有 助攻又有 接近二十球 助攻 其實在英超史上 都不是出現高度的事 印象中出現過一次 所以這件事 是很厲害的 只不過當然 萬成今年 有他們自己的問題 你可以說 迪布尼今年的聯賽 方面的表現 就浪費了 因為最終只有第二 但是我覺得 迪布尼 單是個人 演出 和對球隊的影響 我覺得他是最大的 是 他好像是平了 亨利二十球 那個助攻的紀錄 這個真的很誇張 他自己覺得 有點不值 他說有兩球 應該是算助攻數 他覺得應該是破了 因為英超有趣 他們的全宗 如果省島人 改變方向 已經馬上不算 所以 是 有得斟酬 你覺得有得斟酬 他的系統 就告訴你 他的例子就是這樣 你彈到人 改變方向 都不算助攻 但是 全部省島人 都看得很清楚 這裏 我覺得有少許疑問 兩位 你呢 Ricky 還是 我也是 我也是 雲迪克 我也是雲迪克的 我是雲迪克的 我沒有想過他沒有 雲迪克的高水平 1819年開始 那一屆 這裏沒有 不選一屆 重決投票 棄權 不一定 不過 都得意 因為 其實 近這幾年 不知道 是不是 媒體 對這件事的 報導 比較多 以往的感覺 個人獎項都有 但是 近這幾年 也因為 斯朗和美斯 的關係 個人獎項 在球壇的重要性 好像高了很多 大家看得很重 譬如英超 英國方面 都有三個 不同的 最佳球員 選舉 一個是英超 一個是球員工會 一個是 體育記者協會 其實 有時候 我也想知道 球員方面 看得很重要 你們倆都 Bicky Bicky 多點獎 很難說 譬如我踢球 不是為了拿獎 老實說 我踢球 純粹是想 喜歡踢球 落場 想贏 那個心態 贏不想輸 不是為了拿獎 但是 當你 譬如提名了出來 當然你想拿 老實說 這個是事實 你提名了出來 你去那個班獎 當然想拿 沒有一個心態 可能去到那個好些 你都一定有個希望可以拿到 但之後拿不拿到 又沒有東西 大家嘻嘻嘻嘻 去宵夜了 不會很失望 很抵達 你要明白這件事 獎那些 未必你拿 你是最好的那個 老實說 有時候有些獎頒出來 你都要打頭 真的 你都試過 有些鋼班的球隊 一個球員拿最佳球員 那為什麼呢 我都不明白 譬如有些教練 又去到 可能打了三四場 杯賽決賽 拿不到 有些三個拿到 沒有 又沒有入選的名單 你不明白 這些是最終 都會看別人 你受不受歡迎 是不是 很多不同的 有些是受不受歡迎 公眾投票 網絡 現在就不同了 有些就是 我自己覺得 其實都是 不是這樣的 但是 如果知道 是球員行家 選到你 我自己覺得 我是會開心的 這個是會得到 就是球員的認同 我會特別自己會比較 會開心些 就是被記者選出來 那些學生 記者都很難說 因為記者都有一些 有些朋友 有些不朋友 這個好像正如你所說 全世界一樣 英國也是這樣 都是這樣的 都分很多 很多 反正球員 或者你第二隊 或者你自己隊友 那 我覺得那個感覺 會是 覺得是幾好 是 就是得到同業 業界內的記憶 就是球員 球員或者教練 我覺得記者就是一半半 球員也好 教練也好 有時可能 等於拍戲 你可能未必是你演出得 最好的那部戲拿獎 球員也未必是他發揮得 最好的那季拿獎 可能是看對手 其他球員的表現是怎樣 但剛才兩位說到香港的情況 香港其實早幾年好像都是 會先知道 其實都有一個頒獎禮 有一個晚會 很多時候都在貝山酒樓那裏搞 有些風的 我好像有些 不過 都看下你那個 背後有沒有人真的幫忙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都會有很多的因素 影響著 好 接著最近這一兩年 好像是保密功夫做得好些 我的香港那些 好像真的候選者 他們全部都有去 我補充一下 我那一年 我不是很清楚 但Mickie為什麼知道呢 他超了班 我肯定會是你 所以就知道 收到封 收不到我 寫了個技術 但是呢 講回 球員 其實我自己 這麼久以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 香港足球先生 現在很多人 很多人 南華在我們那期最全盛時期 第一次有選過 就是球會先生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是隊友自己選的 那次是第一屆搞的 那個獎座 我珍惜過足球先生 有沒有錢 有 有 那時候是贊助的 好像是 是要贊助的 那些獎項 獎金 我自己的感覺到現在為止 那個獎是比足球先生重要 因為那個獎是 南華會上上下全部投票 得到認同 這個 這個是我 到現在為止 你問我拿哪個獎 最重要的人說是足球先生 我不是 是球會先生 之後 不知假兩年沒有搞 因為都是 經濟很多的問題 但那期我們都是 很多球迷 踢的都幾萬人 你都知道 還是那段時間 講上來 香港其實那個足球先生 都算好 通常你看世界各地 多數剛才提及過 進攻球員拿多 前鋒 香港似乎 邱Sir 曹卿 梁瑞 高麗露 等等 我記得都拿過足球先生 都幾多防守球員 拿到的香港 這方面都算是 香港有些特別 還有 不算很多林莊 香港足球先生 真的 不算多次 林莊 沒有 兩次 最厲害是胡國雄 我記得 最厲害是胡國雄 這件事比較特別 我是否代表 香港的競爭很大 或者最愛球員 都很難 周圍競爭都一定有 一定會有好球員 但又不需要說什麼 我覺得 有就開心 沒有就是這樣 你問一下 是又 拿一個好的合約 我拿了 是又 當然拿一個好的合約 是又 是又 是 但要拿到我準 才拿到好的合約 是 都很重要 這位銀行銀行也很重要 都是 我自己 就是 滿星發大 從人最好 但又 滿星又發不了財 所以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認同 有時候 刚才我看英超最佳球员的选业 有七个候选人,当中有三个是来自同一队 反而有时会觉得,如果那队球真是好 这样可能会分薄了一些票 当中最经典在英国出现的就是1999年 曼联取三冠,那年的记者投出来的足球先生是真努力 因为几个曼联真的摊薄了那些票 那一年,发觉上来很生气 他觉得,为什么不是我的球员拿? 因为真的没有可能,每个人 碧咸、朱灵咸、堅尼、苏米糕 我说的是这些,他拿了所有冠军 但最终的足球资产竟然是当年二次决赛 决赛入了一项比赛的决赛 不是决赛,而是决赛 这点是比较特别的 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发生这个情况 因为刚才在名单里面,七个人里面 其实有三个 如果你想想,我觉得你都不好 今年真的赢了,开了行 但我自己,如果没有运迪克 如果选择那七个,我会选择阿历山大亚 我会选择阿厉山大亚 我会选择阿厉山大亚 最佳球员,我会选择阿厉山大亚 最佳球员,我也是选择阿厉山大亚 都很厉害的,如果可以拿到两个主要奖 都可以拿到,就离开阿厉山大亚 如果不会有一个特别去主导 那是谁计算的? 当然是谁计算的? 是的 现在的选举,大家重视了 我觉得重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大家都觉得,因为现在社交媒体发展 大家发声容易 当你得奖者的认受性不高 反响会很大 所以你会看到,这几年以往 法国的集资金球场和国际组企业 都是合办的 大家在一起 但中球集资都发觉,已经不行了 好像反应不太好 因为它又会牵涉到 有些各地的教练 各支代表队的队长 去投票 有些代表队的队长 投票出来的感觉 就好像他们有没有看球 或者他们有金的又选择 都不是打得很好 只是笑话 为什么没有朗牙道 退休很久的 资讯不太发达 资讯不太发达 或者不是经常有直播看 不是逼琴 只是经常会逼琴 后来已经退役了 会有这样的情况 总有的 例如早几年中,卡卡也有入选 有些是令人摸不着头脑 甚至乎有些会选择自己的国家 或者是自己邻近的国家的教练 都有的 反而现在也是 不要只是英格兰法困的三个奖 各地祝协自己的奖 跟着金球奖 有一个奖 法国足球 跟着另外欧联 那些祝协又要搞一个全年组织 其实也知道 尤其是现在 南美球员 不会像以往 可能在南美看得很出色 还可以争取金球奖 变了这三个奖 有些重叠的地方 今年第一年停了 金球奖宣布了今年第一次停 但我觉得这个做法也挺好的 也是特显到他的特别的价值 今年世界球团的秩序被打乱 他主动地在鬼中时已经是 但是大家怎么看呢 亚洲足球先生 是否只能规定在亚洲地区踢的球员 这是怎么看 这是很特别的 否则孙喜敏都玩了 这个也挺连 这是很特别 这件事我一开始都觉得很不习惯 因为只是限制在亚洲银食的球员 但是我自己不知道 是否真的跟亚洲足球的势力有影响 例如你知道 一向大家看亚洲足球都知道 西亚是很大声的 西亚方面的影响很大 如果撇除了一班外流的球员的话 西亚球员赢的机会很高 但是如果以我的看法 亚洲球员很努力 在欧洲可以高水晶的比赛 落到班 不表现到 同样带到自己亚洲的国家队 亦都可以帮亚洲球员做一些宣传 其实 亚洲球员在欧洲 例如孙兴敏 在热刺 他的知名度这么高 对于亚洲球员整体的印象 对于各方面有帮助 有些条例 不是这样的 近年是有些转变的 以往我们叫金球奖 那时候是欧洲足球先生 那时候的特别情况 就是欧洲球员可以去争这个奖 后来就放宽了 现在全部在欧洲球团 找食的球员都可以赚金球奖 但是 我自己觉得 如果亚洲球员 他只是在亚洲球会找食 去赚这个奖 我觉得都可以理解 例如南美足球先生 其实都在南美洲找食的 一些球员去赚这个奖 其实我自己都觉得 可以理解 不过真的 如果你只是在亚洲联赛 去找食的球员 老实说 我们平时看的 机会就不是特别很多 除非是我听亚冠 或者听亚谦 老实说 平时有多好 看卡塔二联赛 看什么 或者看韩职 看什么 其实都不是特别很多 这样的机会 所以这个 得出来的结果 是不是合理 有时候很难说 以前几年 有听过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 前十年八年前 比如亚洲足球先生 亚洲足球先生 我当这里有四个 或者有十个 你来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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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没有了 我听过 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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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其实这件事 刚才也说 其实从14年开始 到19年 亚洲足球先生 都是西亚球员的 当然 亚洲足球先生 也有另一个奖 就叫做 海外银食的亚洲球员奖 变成了 那个奖就是 孙领文 香串 三盆猪 三盆猪 这两天有落场 当然有落场 那些叫什么 终身名誉大奖 成就奖 金针奖 五十多岁 踢六十分钟 你试试 你现在踢六十分钟 我想我们走着 在贝赛里面 他也算很厉害 我觉得很夸张 就是一个八十年代 已经在踢球 今时今日还在踢球 之前也说 伊巴奥历 四个年代也有球 如果三盆猪 可以做到五十年 真的很夸张 我第一次看三盆猪 在大球场 对南华 当时我读小学 刚刚读中学 是独卖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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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未踢的 独卖 九一年 笔宅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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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宅豪之良 南博士 或者叫做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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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真的 又来过南博士 不要 什么时候 不是南博士 不是南博士 他来过南博士 不要 是 我在那里 九几 九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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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未有JLIC JLIC未职业 是吗 好像是 是 他来过那时候也没有名气 那时候 他去之后 打完JLIC 就破例 小友帝 让他入籍 第一个 我记得 之后有很多 日本是第一个 三郎主 三郎主 经常对他 三郎主 难力不是很强 很快 也不是很厉害 三郎主 当时的名字很大 英超 对过也不是很厉害 挺有趣的 这些亚洲球员都希望有个 recognition 希望有人去认同他们的成就 很多时候 譬如说 奖 我想奖 最好不要收窄 刚才说 金球仰 以前 不可以有 南美球员 只是欧洲球员 只选欧洲足球 真是欧洲足球 如果没有记错 就是中期 可以有 在欧洲 外来 南美球员 我记得第一个 是罗马里奥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是不是呢 现在不是那些 阿韦阿不是永远拿不到 是的 阿韦阿不是永远拿不到 是吧 阿韦阿不是永远拿不到 是吧 就是这样才能得到 就是说是非洲球员 因为始终以往 我想以往 就是有没有爱荣的限额 对 以往的 国与国之间交流 都没有那么多 现在真的开始趋向 就是 大家 国与国之间的距离 真的好少 反正 现在看到阿周足球先生的资格 是收窄 而不是扩阔的 反而令人觉得 那个感觉 是一般 或者有点特别 是 还有有些感觉 其实阿周足球那班 我们刚刚都做过 对上一次 在香港搞的时候 其实老实说 都流于比较 粗浅做 老实说 都是走过场 就算了 就是感觉 都似乎 没什么正式feel 对 你都不觉得是一个很受众的法 对 对 对 在香港搞 在会展 好像年尾年头 就是刚刚 刚刚 19年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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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刚刚做完 因为我们两个刚刚做完 这个欧洲国家杯的抽签 做完抽签之后 就好像那个 周五 周六做完抽签 周一做这个 亚洲的足协领奖 我收获了 很特别 我们都觉得很特别 有些什么做 因为 为什么我们会做呢 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那时候还是 他还是 那时候还是 那时候还是 他还是 那些人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出奇 走 因为在香港搞 结果要找电视台去制作 所以 竹总 找了我们的台去搞 然后 我们就做一些 旁白 交代 谁拿掌 之后 就是这样的情况 在会展搞 有叶士文唱歌 就是 就是 大家都不知道 即是 即是 他在屋子里有多大 你知不知道 杨雪文 不知道 我以为肥猫唱歌 不是 即是 即是 亚洲的 谁唱歌之后 亚墓仙尼 亚墓仙尼 亚墓仙尼唱歌之后 亚墓仙尼 亚墓仙尼 他都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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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 业麗仪一定是卓石海滩 这些没得走 不管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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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能走 感觉上 我想 我对于 这个掌项重视 那件事 真的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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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青文来拿掌 新闻性 是不是大很多 我应该会知道 不要 不知道 是不是 是罗亨墓仙尼 西瓦球员 都是那些 因为很难记 亚墓仙尼 亚墓仙尼 今年就是卡塔比尼 阿多麦 都是卡塔比尼 都是卡塔比尼 球员 所以 我想 有趣的是 这件事 究竟 一个颁奖禮 现在虽然有这么多 其实很难不知道 真的 说真的 是不是 很多资讯 很难 很难 接触不到 是啊 大家想一下 不要说 不要说 12年 其实很难得 香港 去日本 可能没礼拜 那时候 有些不移民 觉得香港是否适合 去举办 大家都知道 过了一年 都比较多事情 最后都在香港 搞了 可能 有关方面 都觉得 没有什么大问题 搞定了 这个颁奖禮 算好了 算成功了 至少搞到 而且香港也是 香港也是得了奖 和香港足种 这个 这个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哪里人都不知道 香港足种 拿了最佳发展 奖 即是 凤凰计划就有好的前景 这个 当时我们两个做的时候 都觉得 香港最佳发展 奖 亚洲足球的 2019年 诶 非欲进步大奖 那些 其实是 你想想 香港 某程度上 这个领奖 都是令人伤心 意思是 你拿了发展奖 意思是什么 你本身没有什么 发展过 这是令人觉得 有些 不是太高兴 的感觉 当然 这个奖行 当然 搞奖行的原因 就是希望鼓励一下大家 有奖取的 正面 当然 继续努力 你说香港 如果说 以发展的国家 比不可以比 但是 都OK 我觉得 接下来 就是奖行 说真的 个人 个人 有奖行 我不说了 你想想想 我都不要说了 我都觉得 他有很多解释 他有些稿 给我们 有解释 什么程度 做了什么 诸如此类 但是 总括来说 我觉得 亚洲足协的奖行 都挺 有分猪肉的味道 老实说 是 有些感觉 很多属妹 都有不同的奖行 而且 奖行 比一般的 翻唱典类 就是 欧洲足协 你不会发现 有个发展掌 不会有太多奖行 但是 其实那晚 包括了 有女子 女子方面的 男子最佳球员 接下来 还有室内 五人足球的奖行 等等 女子是不是日本那位 是的 是的 没错 李昂 所以 那晚其实 有很多奖行 比一般的奖行 香港就拿到第二级的发展掌 你可能没有这样的奖行 那些人 也未必会来 还是怎样 加大欢喜 总之 大家欢迎一下 好欢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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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奖行就说了很久了 但是 我想 球迷最关注的是兜联 因为 现在已经死亡了 我认为 开始就会打回 那些 第二回合再次 今晚开始有老婆 有没有人要谈谈 我就不用说了 我都不用了 你也有识 我没有啊 你也有识 10分钟 我剃谱 今天有球员伤了 突然间咬柴 就叫了我回去 做哪一场 你讲吧 这场似乎是最 咬得最紧的 因为 曼城那场对黄马很近 曼城作客 拿了 我觉得曼城也会出事 那李昂呢 李昂对祖雲达斯 怎样 祖雲达斯好像有点 如果纯粹是 今年的成绩 所有东西都是祖雲达斯 但是 我觉得祖雲达斯 不是很有说服力 是 今年尔甲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就是以往 好像之前说过 因为最少失球那队 一定是联续冠军 今年祖雲达斯 不是最少失球那队 也不是入球最多那队 入球最多是入98球 其实 今天有一个消息 就是说 意大利那边有些记者 就说 其实祖雲达斯 已经有想到下季教练的人选 而且最特别的事情 就是有五个 那记者引述出来 当然就是 那五个里面 包括了前教头的阿力利 另外是普子天奴 等等 那记者的形容就是说 如果你一队球 你是找五个来做下季教练的候选者 兼且有些增加或初步接触的话 那你换教练这件事 似乎就已经决定了 他有这样的理解 我觉得这个也值得说一说 而我自己有看李昂上周 就对巴黎 就看这个决赛本的决赛 是不差的 因为首和了 然后会42碼 巴黎才赢的 那我觉得李昂虽然今年 其实他联赛的排名 就拿不到欧洲赛席 如果是欧联赛 这边赢不到他 下届还没有欧洲赛席 但是他的风格很鲜明 就是那个前面 几个总球的反击能力 是多强 那这个我相信今晚 是祖云达斯最大的隐忧 祖云达斯的防守 今年不是特别出色 而沙利会不会教的球队 对防守 就不是特别很重视 那我自己的估计 就是李昂今晚 可能会进入球 而祖云达斯也会进入球 但问题是祖云达斯 能进入球 是能进入2球 还是3球 这点我觉得就比较难猜 我觉得真的50-50 那李昂多了 对 没想到有敌比 对 对 有趣的是 平时可能要收烈的球员 竟然在尾巴黎才能复出 对巴黎才能复出 对巴黎才能复出 算是有些竞争能力 然后没想到能复出 对巴黎才能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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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普通过 但看来要追三球是否应该稳罪点 还有对拜仁 明晚对拜仁慕尼克 今晚还有曼城对王加玛特 这场是刚才Baki说的 也挺好看的 还有巴塞隆拿对拿波尼 近日有个忧虑就是 西方那边的疫情有反弹的迹象 前几天都说这场是否适合加泰隆尼克 那边的艇都是一个移民 不许和你 谁做教练 不许和安我继续 不是美斯吗? 可能是美斯 美斯的影响力是很大 但也不是指着这个教练 应该不会是 他也不是宜严那么大的人 很大地 有些不满 他就会影响到他的发挥 整队都是 士气会很大 其实美斯的约都是去到夏年 21年就会完 莎佐伯拉姆斯反而跟他签了 应该莎佐伯拉姆斯就会在皇马 就会挂香了 因为拿冠军 签了约 老板就会打起了 有些不同 因为王马洛冠冠军 巴塞是不行的 早几年卡斯拿斯 老二都不可以在皇家法 也要说一说 我们当年讲西架 最流行的了 潘神 超人门将卡斯拿斯 超人门将 大家都明白了 他当打的时候真的很厉害 超人门将会穿超人底衣服 那是保荒的 形容他真的很厉害 幸福其妙 刚刚就没多久打指导刮香 我记得有份报纸 不滴心臟病 我以为他刮老衬 卡斯拿斯 我自己的印象都很深刻 因为他真的踢过很久 他也有过2008年 勾出宝贝开始 他真的成熟了 以前看卡斯拿斯 就撲球很厉害 其他都感觉差点差点 但你真的见证他的成长 现在见到他退休了 感觉很不同 一个球员 还要是门将 其实他也 可以说拿了所有 有机会拿的感标 都很夸张 也很奇迹 当年皇马这样的阵容 他这么小 可以打正选龙门 这个真是万中无一 现在都困难的 一元制乎 当时的年代 对龙门的要求 又有些不同 而且没有那么容易 被年轻童人上 我想这10年左右 就开始有些 20岁的龙门 可以不够胆让他踢 甚至有些 当那龙马 16岁上来一队踢 以往真的很少 在顶级联赛 你没有25岁 你可能都拿不到正选 或者不让你上 有些 现在都不奇怪 可能你 12、3岁 你是球员来的 踢球方面 不是说发展得那么好 你有身材 拼球可以 随时转型 因为现在龙马需要上脚 要很竞争 要拿球 要用球 所以不奇怪 未来都可能很多好年轻 但是可能之前是球员 接着就转型 我相信 会越来越多这些例子 因为 要求不同了 像你所说的 那时候有个故事 讲卡斯塔斯 有一天 正在上课 读书 16岁 突然上课 有人敲 你要出来 为什么 我听过 今晚对洛生堡 你要去做后避 还在读书 那天晚上就赤欧联 8点多 他就要去踢 没得下场 因为就是后避 看到他那时候 很早已经在踢一代 这是漫画 漫画情节 制如好 因为年轻时 又伤了正宋梦掌 他又一踢 制如好 19岁 那时候已经开始 两回事 年轻让你看 一不可以就玩完 就是两回事 我给你踢你不行 我忘记你说你年轻 没有就没有了 有时候 你也要自己争取 就是暴方 这样的情况 是一样 可以打到正选 然后你可以长期 踢平保清雲 这件事是不容易 而且真的看眼光 真的看教练的眼光 和自己的考虑 其实一年前 一年前 已经踢了最后一场 他的比赛 就普超对李永雅云 19年的4月 结果就经过 一年的心臟病 等等各方面 正式宣布 就挂香 接下来 王家马德里 就对曼城 即是今晚 曼城 曼城 真的想 赫团很久了 哥迪奥娜 亦都贵命 我相信 他在状态的调整 或者整队波哥 运作上 都很有考虑 在这方面 曼城 这条路 你觉得如何呢 难 我觉得今年防守 中坚 这队波哥 都是差点 还有你 阿古鲁 你没有阿古鲁 是 打了折扣 打了折扣 不过呢 对黄马 他有一个领先 就是有个2比1 就好贴一点的 我觉得他会出善的 但是你说 可不可以足够 他真的去入决赛呢 暂时 我都不太喜欢 我觉得有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哥迪奥娜以往 整天在美斯年代 都得不到 领导军 往往在这两回合的 赛事当中 他好像想得太多 他整天会想 这场球要怎么踢 要用什么奇招 去击败对手 反而有时候 有些弄巧反着的感觉 你看到他白人年代 在各个都已经数了 或者在曼城 其实都已经是很超办 但是往往 在这两回合的 涛态赛 就阴抠他翻船 反而今年 没有了两回合制 现在他拿着一球 只要来这场正常 让他过得到 其实单场计 看回他们的阵容 很难跟他斗 所以我觉得 反而你看到今年 其他这些队友 好像每一队都总有少少问题 不是强得那么教官 坏人就 感觉上是最强 齊齊整整 但他过几月没有踢过 究竟是不是呢 因为 南马拉雷看回金带 都不是整天打得太好 来比石跟他们 同一条线 也不是真的强得那么交关 但但始终被人看淡一点 巴黎射门人会 连年都想赢 连年都赢不到 中文大师好像有点问题 和里昂不知哪里赢 所以我认为 真的好像得不满城 巴黎尔 巴黎我觉得可以 巴黎 巴黎 抗他救到宋艺华斯 不满城 三居欧联军 也不简单,沙尘活高也不能出 巴黎的问题是,近两场决赛,连赛杯和法国足总杯 他两场进一球,尼玛对李昂很弱,左脚右脚也有射球 但迪玛丽亚不是参与很多,安巴比也很重要,沙拉比亚不是差 但又好像不是那个级数,安巴比会很快復出 这场未必踢斗,但很快,10天左右復出 巴黎的进攻,他们都很靠个人的能力 很多时候的进攻是,但现在安巴比和迪玛丽亚不是很强劲 两场比赛只能进一球,尼玛对李昂打了12分钟 对胜天打了90分钟,在这两场比赛里面进一球 我觉得他的进攻方面是有点疑问的 Ricky就觉得巴黎 先进决赛吧 很难说,那边线是巴黎 你觉得曼城,阿余和邱教授呢? 今届看关,以往那些 心目中可能是这两三队的,射坦一队 今届就真的很多不同因素,差得比云 我自己如果要选一队,入决赛,曼城 我觉得哥迪奥拿,正如如所说 他今届哥迪奥拿做一些事情 其实我的程度都是为欧联的准备 你们不能买欧联准备 一早就输了联赛 但你说什么?没有压过我这种行法 但我觉得,以那里奥拿的经验 买欧联方面,一场角OK 我也觉得曼城是强的 但我自己有趣的是,看另一边 全部都没有拿欧联军 那边的线路,其实比较有新鲜感 马太太会对莱比石,马太太对巴黎 这两场我自己觉得有新鲜感很足够 而且这四队一定会有一队入决赛 这方面我觉得挺好看的 那是不是阿特兰大呢? 阿特兰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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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总结,有点欧联的前瞻 有点奖项的分析 也都我学会了 今年刚刚有个亚洲年度颁奖典礼 我们香港拿奖 奖知识 好,现在我们可以再讲一下 拜拜 拜拜